大家好,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名为《大灭绝》的书 这本书的英文名为《第六次灭绝》 包括恐龙在内,地球一共经历了五次大灭绝 本书作者认为第六次生物大灭绝正在翘无声息地发生在我们眼前 每隔二十分钟,地球上就会有一种生物灭绝 每隔十分钟,亚马逊河就会有一片天安门那么大的热带雨林消失 现在地球上物种灭绝的速度及其后果 可能已经让我们走上了恐龙一样的道路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 这也是《大灭绝时代》想要告诉我们的 本书是第九十九届普利策非小说类奖项的得奖者 作者伊丽莎白 科尔伯特是一位著名的科学作家 美国纽约客杂志记者 科尔伯特为了寻找第六次物种灭绝的证据 进行了全球巡游 在书中,他追溯物种灭绝 海洋热带雨林甚至你家后院发生的事情 人类在这些物种灭绝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它们走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大灭绝时代》在美国出版之后 在欧美两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些评论家指出 这部作品足以媲美环保主义的开山之作《寂静的春天》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经济学人》、《经济学人》等各大媒体纷纷将这本书列入年度书单 科尔伯特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 如果灭绝是一个可怕的话题 那么大灭绝就更可怕了 但同时 这也是一件引人入胜的话题 首先 让我们看看生物大灭绝是怎么回事 所谓的大灭绝 就是指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灭绝 有一种简单的判断标准 那就是在200万年间 灭绝了75%的物种 地球历史上 曾经有过五次生物灭绝事件 第一次生物大灭绝发生于4.4亿年前 当时海洋中 大约有85%的生物消失了 曾经遍布地球的三叶虫 在这场浩劫之后 一蹶不振 第二次大灭绝 发生于距今3.65亿年前 整个大灭绝持续了将近2000万年 在这2000万年中 有过多次绝灭的高峰期 竹节石类 万族类等已经绝迹 第三次大灭绝最为恐怖 发生在2亿5000万年前的二叠季末期 海洋生物96% 陆地生物70% 连昆虫也没能幸免 不过 这只打不死的小强 却逃过了一截 按照不那么严格的标准 蟑螂的祖先 曾经历过四次生物灭绝 不愧是打不死的小强 相比之下 第四次灭绝的影响就小多了 因此 我们很少提出这个问题 这件事发生在 1亿8500万年前 当时地球上的霸主鳄鱼 遭到重创 很多鳄鱼都灭绝了 第五次大灭绝 也就是6500万年前的白厄纪 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大灭绝事件 因为恐龙灭绝了 这场大灭绝 也是爬行动物统治地球的终结 如果我们梳理一下 五次生物大灭绝的起因 就会发现它们的起因各不相同 冰川运动 海洋退却 地球磁场的改变 火山喷发 小行星撞击地球等等 都可能导致生物的大灭绝 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 地球上的生态系统都不平衡 可能是大气成分发生了变化 海平面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第一次大灭绝 海平面下降了50多米 第三次 海平面上升 生态失衡导致某些物种迅速灭绝 反过来 这些物种的灭绝将导致生态失衡 最终导致生态系统崩溃 这是一场大灭绝 值得一提的是 在大灭绝时代 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高等生物 其生存几率可能比低等生物要低 比如说 第五次灭绝的时候 恐龙的霸主已经灭绝 而蟑螂 蜻蜓这些低级生物 却幸存了下来 好吧 说完前五次灭绝的共同点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我们已经处在 第六次大灭绝的边缘 地球上的生态系统 已经开始崩溃了 现在 生物灭绝的速度 比自然状态下快了一万倍 据科学家估计 自工业革命以来 地球上至少会有三分之一的物种 在2005年前消失 而我们之前所说的生物大灭绝 就是每两百万年 才会灭绝一次 75% 斯坦福大学生态学教授 保罗·埃尔利西曾说过 当其他物种面临灭绝时 人类正忙于拒断它们栖息的树枝 人类只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如果整个生态系统崩溃 那么人类就会被彻底毁灭 唯一不同的是 有些物种灭绝的早 有些物种灭绝的晚一些 那人类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会不会加速物种的灭绝 先说三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入侵 你可能经常在新闻上看到 比如美国河里出现了亚洲鲤鱼 它们吃掉了大量的浮游生物 美国每年要花费四五千万美元 来对付这些入侵者 有时候 人们会把这件事当成一个笑话 但对当地的生物来说 哪怕只是一只小小的真菌 都有可能要了它们的命 巴拿马金蛙 那是一种不起眼的真菌 巴拿马金蛙很漂亮 也很厉害 通体金黄 浑身带着剧毒 一只金蛙身上的剧毒 足以杀死一千只老鼠 巴拿马人把金蛙视为幸运的象征 并把它印在彩票上 甚至在童话故事插图中 晋王还在抽着烟斗 这些金蛙原本在巴拿马很常见 十多年前天气晴朗时 人们还能看见巴拿马中部林间小溪边 有许多金蛙在阳光下晒太阳 但是到了2002年 人们发现巴拿马金蛙的数量越来越少了 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 罪魁祸首是一种叫做胡菌的真菌 胡菌不断感染当地两栖动物 导致巴拿马金蛙心肌梗塞 最终导致其在野外灭绝 那只幸存下来的金蛙 被送到了保护中心 保育人员希望 有一天 他们可以将这些宾威物种放回大自然 让它们在大自然中重新繁衍生息 但对巴拿马金蛙来说 这只是一种奢望 虽然漂白计可以杀死胡菌 但是整个森林怎么消毒 更可怕的是 胡菌不仅祸害了巴拿马金蛙 还在不断地向全世界蔓延 胡菌怎么能周游世界呢 答案尚不明朗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全球范围内的人类旅行 导致了物种的频繁入侵 本书作者将世界各地物种 随意迁徙比作俄罗斯轮盘赌 在俄罗斯的轮盘赌当中 玩家必须将一颗子弹放入左轮手枪中 然后轮流扣动扳机 如果运气不好 那就先中枪了 物种入侵也是如此 新来的物种可能因为 适应不了新的环境 或者找不到食物而死 所以繁衍后带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这些幸存下来的物种 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关岛是一座温暖湿润的热带岛屿 岛上原本生活着大量的鸟类和蝙蝠 但随着一味狠人的到来 这些生物很快就被摧毁了 这是一条原产于大洋洲的棕树蛇 也许它们在1940年代 跟随着人类运送军需物资的轮船 来到了关岛 棕树蛇在关岛开始大量繁殖 每百平方米就有一条蛇 它们把所有能吃的动物都吃光了 等到人类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岛上原来有三种蝙蝠 现在只剩下一种 而且已经濒临绝种 还有一些关岛特有的鸟类 没有灭绝 而是在人类的保护下 存活了下来 说完物种入侵 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 那就是过渡杀戮 在不同的时期 地球上曾经有过巨大的生物 就拿白鳄迹来说 许多恐龙都有好几吨重 最后一个兵器结束时 巨兽遍布世界各地 比如猛马象 剑齿虎 每周如齿象 科学家们发现 很多巨兽的灭绝 都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人类想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站在生物链的顶端 直白点来说 人类是没有天敌的 所以 早期人类用了几千年的时间 才把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大型猛兽全部消灭 甚至在三万年前 我们已经消灭了另一类尼安德特人 早期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战争 是你死我活 你死我活 但后来 人类开始屠杀其他物种 这就有些浪费了 冰岛西南五十公里处 有一块巨大的礁石 名为埃尔德岩 是许多鸟类 栖息的地方 这里发现了最后一只海鹊 作者把海鹊叫做第一只企鹅 这种鸟穿着黑白相间的晚礼服 它们长着一对小翅膀 胖乎乎的 像企鹅一样不会飞 但是 却擅长游泳 但是 它们的命运却比企鹅更加悲惨 其实 企鹅这个英文名叫 Penguin 是拉丁语中最胖的意思 聂绝这个名字 是给现在的企鹅的 海洋出现在地球上 已经有五百万年了 它的分布范围很广 包括格陵兰岛 加拿大 美国 冰岛 西班牙 意大利 等等 都有 成年后的大海 身高75公分 体重5公斤左右 所以它不能飞 这就给了人类最好的抓捕机会 渔船上的渔民 以此能抓到几百只 要么吃肉 要么卖掉 大海学的羽毛 可以用来填充床垫 也可以用来做燃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只大海 却浑身上下都是宝 一位英国水手 曾经记录下 他在纽芬兰看到的 猎捕海雀 如果你只是为了羽毛而来 根本不需要杀它们 只需要按住其中一只 拔下羽毛就行了 然后 你把可怜的企鹅 扔到水里去 半边皮都掉光了 光着身子 慢慢地死去 这样的杀戮持续了数百年 也许数以千万计的海雀 成为人类的食物 1844年 人类抓住了最后一对海雀 把它们勒死了 它们卖给一位商人 价钱是九英镑 这两只鸟被送到了 哥本哈根皇家博物馆 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 斩出了瓷鸟的皮毛 人类在16世纪 开始寻找新的航路 全球化拉开了序幕 地球上的动物开始加速灭绝 在过去的500年中 超过320种陆漆脊脊椎动物灭绝 仅存的脊椎动物数量 平均减少了四分之一 接下来 就是人类第三次做的事情了 栖息地碎片化 这听起来很奇怪 为什么它们的栖息地 都在陆地上 为什么会变成碎片 作者举例说 一只老虎需要100平方公里的范围 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 但是人类进入这里 盖房子 种庄稼 整个生态区都被砍掉了 这样的话 老虎是活不下去的 类似的事情 在新闻中也经常发生 比如泰国或者云南的大象 进入村子 践踏村民 反过来说 就是人类切断了大象的栖息地 压缩了大象的生存空间 才会入侵村庄 自然界维持和强化生物 多样性的条件之一 就是面积 在相同的环境中 面积越大 生物多样性越丰富 而面积越小 生物多样性越弱 现在人类不断地侵占森林 不断地割裂 其他生物的生态圈 物种的多样性 也在快速地减少 如果前面提到的 是人类对单个物种造成的伤害 那么接下来 人类对整个地球 生态系统的影响 将会更加剧烈 作者科尔伯特到世界各地考察 发现地球生态系统 已经出现区域性崩溃的迹象 海洋酸化的第一个征兆 海洋酸化指的是 海洋在吸收和释放大气中 过量的二氧化碳后 海水逐渐变酸 第三次 第四次生物大灭绝的时候 海洋就出现了酸化现象 意大利南部有一座小岛 名为阿拉贡岛 作者发现 由于长期遭受酸化环境的影响 贝壳类动物的外壳 已经破破烂烂 露出了里面的肉 原因无它 阿拉贡岛位于非洲板块 与欧陆板块的交界处 这些二氧化碳会使周围 海洋环境变得很酸 而且随着海水的酸度越来越高 生物种类也越来越少 海水酸化 会对贝类 珊瑚等生物造成伤害 同时也会催生大量的毒藻 由于海洋酸化 澳大利亚著名的大宝礁 近三十年来 珊瑚数量减少了百分之五十 预计再过五十年 所有珊瑚都会停止生长 并开始溶解 另外 海水也会因为酸化 而改变光线的强度 从而改变声音的传播方式 海洋微生物数量 也将受到影响 微生物灭绝的直接后果 是大量鱼类将面临饥饿 你也许会问 海洋酸化是由海底板块挤压造成的 这和人类有什么关系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消耗了大量的石油和煤炭 大量的森林被砍传 导致植物无法吸收足够的二氧化碳 两者相加 人类进入工业革命后 所产生的碳总量已经超过了五十亿吨 这些碳一旦接触到海水 就会溶解在海水中 让海水的PH值不断下降 也就是说 海水已经开始酸化了 这里提供一个数据 1885年 也就是120年前 海水的PH值是8.2 但是随着全球碳排放量的不断增加 预计到2000年PH值将降至7.8 什么叫PH值7.8 科学家们根据这个酸减度水平 做了一个模拟试验 结果表明 尽管有少数生物能够更好的适应环境 但是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将彻底崩溃 然而 海洋酸化仅仅是生态崩溃的一个标志 海洋酸化还有一种叫做气候变化的邪恶兄弟 二氧化碳排放使气候变暖 到了2005年 全球平均温度将上升2至4摄氏度 大部分冰川都会消失 因为找不到冰袋休息 北极熊只能不停地游泳 直到累死 一些地势较低的岛屿 沿海城市都会被海水淹没 一直以来 人们都认为 全球变暖对喜欢寒冷的冻植物 构成了危险 作者甚至还看到了南美洲壁炉东面 安地斯山脉上爬满了树木 全球变暖使得当地树木 每年平均爬上2.5米 一种叫做鹅掌木的树 每年都会爬上30米 当然 树木并不会真的爬到山上去 但气温的升高迫使这些热带植物不断向山上移动 在海拔较高的地方生存 然而 山顶的面积要比山腰和山脚小得多 所以随着面积的减少 植物也就越来越少 而植物的数量与规模又会影响动物的数量 热带地区是地球上物种最丰富的地区 秘鲁的一个普通公园面积 相当于加拿大北部森林的50倍 一旦热带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地球上物种灭绝的高峰将会到来 科学家预测 到2005年 地球上的物种将会灭绝 总数将超过100万种 其中有1⁴的哺乳动物 1⁴的爬行动物 6⁴的鸟类 等等 52% 已经非常接近第五次生物灭绝了 不过 这并不是终点 人类出现在地球20万年前 就已经对地球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德国化学家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曾 发明了一种叫做人类时代的概念 人类视类似于白厄纪地层 我们发现大量恐龙灭绝 几百万年后 人类改变了地球 生物灭绝也将在地层学上留下明显的痕迹 可是 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尤其是核武器被发明并引爆之后 人类才真正意识到了地球的破坏力 1962年出版的《环境保护记事文学》 寂静的春天曝光了杀虫剂所带来的危害 并由此拉开了环保运动的帷幕 此后 各国开始反思人类行为 建立自然保护区 保护各种冰微动植物 另外 为了保存生物基因 人类还建立了冷冻物种库 作为一种智慧生物 人类或许能够从第六次大灭绝中逃出来 比如改造大气层 甚至火星移民 但是现在 我们无意间 决定了哪条进化道路应该继续 哪一条将永远关闭 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 第六次由人类制造的大灭绝 将决定生命的进程 第六次由人类制造的大灭绝